我想問一下 其實民主黨的那些人 是否可以真的告定的 你們都會招呼他們 那些大勝出的 慢必啦 慢必出來 我們今天就不會回答你這些 因為那個名單真的還在拿著 有很多就是呼之欲出的 例如我剛才提到的醫生 那些都是焦點來的 那你女兒在那裡 黃碧雲家的梁美芬 放個這麼英俊下去 看了一場選戰 大舊那些在新界西 你猜都猜到去哪裡 當然跟人哥阿士阿兵 Albert對Albert Albert之戰 當然是正派那個Albert贏 就是我們 我們不能贏的 經常說抵消了票 你當選民是盲目 是否有的 是否 另外就是 我們比如說 馬草黎那些 我們現在就 一媒活企 他現在暫時在九龍東 做一下地區工作先 磨練一下 是否 我們就看下對手的動向 李永達 你很金剛才 那我們有個 對手比他還好 有超過他的 身高的 後年過他很多 我們香港人 人望的行政總裁積極考慮去和李永達抽籤 這些大家可以說一下 最多說到這裡 老闆說成不成功 我們會很努力去做 去看這個選民 是吧 我們人民力量撥亂反正 如果你強行要我定一個指標 只要我們將這些偽民主派 和保皇黨 這些重要人民拉下馬 我覺得這個已經是成功了 是吧 但是最後 我都想說這個是一個教育的過程 我們不會很短視目光魚斗 只是看這次的選舉 那個結果 是這個選舉的過程 這個運動的過程 是讓更多年輕人去參與 是吧 還有換成那些支持民主派的朋友 你要換人 換不換到 是選民決定 OK 我想那個重點就是 人民力量能夠派出超過60人參選 我覺得已經是成功的第一步 這個是正如剛才我們所說的 我們給選民一個真正的選擇 那就是每一個的運動 就是未必可以即時達到的運動 目標等堂當年孫香山就是革命 你都說十次的起義失敗 只要武昌這個革命的起義的成功 是吧 所以就是我們不計較每一次運動 本身是不是可以即時達標 即時達到那個目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運動是重要的 正如這一次的運動 我們是喚醒香港市民 就是那個政治的覺醒 那如果香港市民自己不覺醒的 是吧 就是繼續是支持那些藝民主派 繼續支持保皇黨的 我們就繼續推動這個運動 直至到有一天 就是那個運動成功維持 所以就是我們不計較這一次的運動 可以達到哪一個目標 但是那個運動本身的啟動是重要的 如果香港沒有政治團體 願意啟動這個運動 每一個人 都每一個政黨 都為了自己那幾個議席 捍衛那幾個議席 而背棄這個選民 背上棄義 為了自己 就是小小的利益 就完全漠視香港的民主的重要性的話 這個不是人民力量成立的目的 我想問一下那個關於票的方法 就是就是 剛才說派贏不夠他們派 那個模式會是怎麼做 就是會知道他們在哪裏 就是他們隔離派 還是會是怎樣的模式去做公設的選舉 關於那個選舉工程那裏 我們現在其實基本上 就有很多我們這些地區發展者 就是未來的參選人都已經在做著 那你比如說是宇洋 一天早上都 就是天天早操 就站在街上的 叫早晨的 在海宜 是不是 有很多種方式的文宣 那我們現在出了一本小雜誌 就是叫做 人民力量撥亂反正 2011標債標償 那個叫做標債標償答核文 是一本小雜誌 將我們為什麼要推動這個運動 有一些假設的問題 包括你剛才問的那些 其中一條的還有很多條的 是不是 民主派為什麼不可以團結 這類的 很多 那我們會有一個 就是很多坊間質疑的 在那裏答覆 有一個答核文 另外就有人民力量成立以來的那些大時機 有我們那些重要的就是民宣的那個論述 都是在這本小賊子裡 我們會印很多一份的 然後就每一個區都要去派的 那個是選舉民宣 雖然沒有候選人的名字 我們都是當他是選舉民宣這樣做的 那另外每個區 我們中央都有一些罐頭的傳單給他的 那就是兩份 一份就是我們譬如說 針對當時比較熱門的議題 比如最近我們要反警權 反提普方案這些 那這些是大圍的 就是那個論述 還有我們要票債票償 另外就另外一頁 就是那些候選人 他在那個地區 那些地區上面的重要的議題 那個論述 那這些我們都 這些民宣都一直在設計 在做的 那就可以入信商就入信商 可以在街派就是街派 你明白嗎 那另外我們會有很多街站 那些參選人就會在喊咪 那我就因為我沒有去參選 所以六十一個區 我都會去的 就是我是做助選員 OK 就是我的角色就是助選 每一個區我都會去的 那具體的那個民宣的那個訴求 有個選舉委員會 不斷在開會談的 那我們現在因為最近我們都 我們普羅來政治學院 都已經自己構置了一個校子 也都收了樓 那我們就 因為明年才能開得開 因為現在是選舉幾近 所以我們暫時 將這個地方 是沒有什麼裝修的 搭了一些電 有冷氣之類的 就給人民力量 用來做競選總補 在旺角上海街 將來有機會帶大家上去看看 我想問 今次61個人 預計你們整個競選開始會有多少 你們會有多少資助了他們 還有 是不是今次 什麼 還有 今次剛才說是運動會計 其實是否拋到限 我們整個選舉經費 預計 如果60位候選人 這只是初步的參選名單 總數來計 應該會是100萬至150萬左右 我們財政也不是說 跟其他大黨一頭一共 那些黨有這麼多充裕的經濟能力 但是我們 當然會有部份 參選人自己會需要 自己會出 承擔 但是 人民力量也都會大約 每一位候選人 最少是1萬元左右 那是作為他們參選的經費 那是否擴露 下年的策略是這麼適時的 這個說法 基本上所有政黨 或者所有選舉都可以這樣解釋 所以沒有所謂擴不擴露 因為每一個選舉都有自己的議題 而人民力量會不會參選下屆立法會選舉的話 現在是未知之數 但是到時在區議會選舉之後 我們會再有討論 然後到時才會跟大家說 那個選舉經費 它有個常限的 大家知道現在每個候選人就5萬3千元 但是我們就不會贊成 我們的候選人就用到盡的 或者用到接近5萬這樣 因為我們有個中央的選舉機制在這裏 雖然我們的選舉機器 跟其他政黨是相差很遠的 但是我們畢竟都有個選舉機器 所以我們是盡量要節省 要那個資源是有效運用 我們希望每一個候選人 他自己都承擔了一點點 你有個責任才可以的 大部分的經費或者支出 我們是會用一種捐助的認識給他 申報的時候我們就當捐助給他 包括物資 其實就不會花很多錢的 但是一個政治組織來計 你有六十幾個人去參選 花一百多萬就很少錢的 跟其他黨比的 就是小毛見大毛 我想問一下 特朗普會選舉 你下去的選舉 你希望是最高的 就是為什麼這麼次 他要去選舉 你以為他要去選舉 下去的選舉 因為我要主持選舉工程 我如果再下水 那怎麼辦呢 但是我現在都不可以一口告訴你 實不去 因為如果出現一些很關鍵 非我去不可的話 我都會當日不讓 是 是 毓民最早說去屯門找賀主任的 我把他的位置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謝謝